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堂王国 我是丸子姐姐哦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小朋友你好 我是你们认识的丸子姐姐 现在我们来看这边 这是谁呀 这是巴克队长 小朋友你好你好 这是巴克队长 这是皮医生你好你好 这是呱唧 你好你好 他们海底小中队 三个小伙伴来到了海面上了 他们来到了这个小小的游乐场 他们想玩凳鞦韆 想玩滑滑梯 好的 现在我们巴克队长来到了荡秋千这边 呱唧准备去滑滑滑梯 皮医生看着他们两个说 巴克队长 你玩荡秋千的 呱唧玩滑滑梯 我干嘛呢 就没有什么给我玩吗 巴克队长看着皮医生说 只有两个小伙伴都要滑梯 只有两项玩的 我们现在有三个人 这样吧 你先 秋千先让你当 你当完了下来我再当 好吗 我们这样轮着玩 好不好 皮医生说 好的好的 巴克队长 谢谢你 就这样 巴克队长把荡秋千 让给了皮医生 皮医生先荡秋千 他已经做到秋千上面了 巴克队长就推皮医生 皮医生玩得好开心啊 再看看这边 呱唧在玩滑滑梯 呱唧玩滑滑梯也很高兴哦 滑下来了 再从这边上去 哇滑下来了 真好玩 呱唧又准备上去 这是这边 皮皮已经玩够了 他下来 让给巴克队长上去玩 皮皮帮他推 哇 秋千真好玩呀 太好玩了 呱唧 看见巴克队长和皮医生 玩得这么开心 非常羡慕 和他们说 巴克队长 巴克队长 你去玩滑滑滑梯吧 让我玩一下秋千 好吗 巴克队长说 等一下吧 我才上来玩 让我玩一会儿 等一下再给你玩 好吗 华吉说 好的 皮医生 要不你去玩滑滑滑梯 我来推巴克队长 等一下我们就轮着玩 好吗 皮医生说 好的 现在你来 给巴克队长推秋千吧 我去玩滑滑滑滑梯了 就这样 皮医生 来到了滑滑梯面前 准备去玩滑滑梯 呱唧 就给巴克队长推秋千 看呱唧玩滑滑梯了 呱唧 滑下来了 真好玩 呱唧 看皮医生 玩得很高兴了 这边 呱唧继续再给巴克队长 盗着秋千 盗了一会儿 巴克队长下来了 他让呱唧坐上去 呱唧非常开心的 坐上了荡秋千的 然后巴克队长 给呱唧推秋千 呱唧玩得可开心了 怎么这么这么好玩呀 太好玩了 好的 皮皮还在继续玩到他的滑滑梯 玩得也非常高兴 皮皮皮 皮皮来到巴克队长 来到巴克队长面前 巴克队长 巴克队长 你要不要玩滑滑梯啊 你如果想玩滑滑梯的话 现在就去玩吧 我来帮你推吧 我帮你来推呱唧 你现在就去玩滑滑梯 好吗 巴克队长说 好的 谢谢你 现在你来推呱唧 我去玩滑滑梯啦 皮医生说 好的 好的 就这样 皮医生去推呱唧啦 巴克队长 捡摆完滑滑梯啦 皮医生在这里 推着呱唧当球千 哇 好好玩呀 真的太好玩了 巴克队长 爬到滑滑梯上面 准备滑滑滑梯啦 呜 滑下来了 真好玩 呜 太好玩了 巴克队长 在滑滑梯这边玩得很开心 皮医生给呱唧 放秋千 两个人也很开心 就这样三个人玩得非常高兴 这时候 刮鸡也下来了 他们三个人说 我们一起去玩滑滑梯好吗 好的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滑梯了 巴克队长先上来 滑下去 滑下去 然后轮到呱唧啦 呱唧上去 滑下来 滑的 轮到皮医生啦 皮医生上去 滑下来 哇 他们三个人在这里玩得好开心啊 小朋友 巴克队长 呱唧还有皮皮 是不是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啊 虽然这里只有 荡秋千的和滑滑梯两样东西玩 但他们有三个人仍然可以玩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愿意交换 愿意互相让 是不是啊 小朋友 所以我们要像皮皮 巴克队长 还有呱唧 学习哦 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玩具的时候 要懂得谦让哦 要互相分享 互相交换 好不好啊 好的 现在 呱唧 巴克队长 还有皮皮 他们要去海里回章鱼宝了 要和小朋友说再见啦 小朋友 我是皮皮 再见啦 小朋友 我是巴克队长 再见 小朋友 我是呱唧 再见 小朋友 丸子姐姐也要和你们说再见啦 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 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和小王子啦 也可以拿起手机 微信添加公众号兜唐王国 还有机会获得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宣传哦 请订阅 超ass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